转正第一周的第一个工作日,骑着我的粉红小电驴刚到公司楼下,就听见同妻小姐妹姜萱的声音。 嫣嫣,她边喊边往我这边跑,出大事了。 我正直着耳朵听呢,这小姑娘却转头看着旁侧消声了,接着就爆出一声惊呼,我去。 劳斯莱斯,她话音刚落,劳斯莱斯就在我们跟前沙亭。 看着那熟悉的车牌,我呆住,傅少的车怎么会在这里? 难道因为我不让她送我上班,她就故意把车开到这里? 正想转身溜走,就见后车门被打开,一双红底高跟鞋踩到地面。 女人,我原地顿住。 江轩语气中满是兴奋,拽着我手臂的力道都紧了,今天见识面了呀。 她话音刚落,高跟鞋的主人已经下车站好。 来人身材高挑纤细,一身香奶奶本纪最新品,拎着的包包也是刚上过时尚杂志封面的限量款。 大波浪卷发披在肩上,墨镜没挡住的下半张脸十分艳丽。 奄奄,活得富婆。 我暗自私存,这美女怎么有些眼熟? 不等我想出答案,对方转过头来, 而后抬起手指把墨镜往下勾了勾。 数秒后,她吃笑一声,款步走到我跟前。 一字一顿念出我的名字,白、念、烟。 刚才墨镜伴华时,我已经认出她。 我大学同学,沈妍。 我俩的关系,简单八个字是铜水火,冤家路窄。 哟,老同学啊。 我勾勾嘴角,然后看向驾驶座上的人,一个陌生的中年男人。 沈妍察觉到我视线,洋洋下巴,神色激傲,家里的一辆老车而已。 说着,她拿下眼镜,摆摆手示意车开走。 然后视线从上到下把我打量一遍,又看看我身后的粉红小电驴,几年不见。 当年的大学霸怎么落魄至此呀? 怎么,当年那些排着队追你的男人也不说邦邦? 沈妍语气中的轻蔑过于明显。 江轩都听不下去了,我说,你长了个人样,怎么不会好好说话呢? 我毫不在意地锁好电车,而后拍拍江轩手背,忍一忍忍一忍。 我这同学脑子不好,好多年了,见谅哈。 白念烟。 沈妍瞬间怒气上脸。 越来越多同事自我们身旁经过,还都一脸八卦地放慢了脚步。 沈妍呼地笑了,她朝不远处的办公大楼歪歪头,你在这儿上班? 是啊,她挑挑眉,重新挂上那个奢牌墨镜,待会儿见哪。 老同学,她怎么进我们公司了? 江轩看着沈妍背影,总不能是要来上班吧。 都要裁员了,还能进新人。 裁员。 对,我正要跟你说呢,听说公司要在月底前裁掉一半人。 我们不会刚转正,就要凉了吧? 你听谁说的? 一名论坛都传开了。 听说名单都定了,就差,这儿挨个谈了。 好家伙,在家也没听傅少提起过呀。 安抚得拍拍江轩后背,不会的,咱们这种小虾米,便宜又好用,应该轮不到咱们。 也是哦,还是烟烟聪明。 嘿嘿。 许氏裁员的消息已经传开,公司氛围很奇怪。 时不时就能看到几个人聚在一起,嘀嘀咕咕。 临近午饭点,我收尾了上午工作,想起什么? 戳开傅少的对话框,迅速打字,你今天没用那辆劳斯莱斯? 傅少秒回,心提了辆布加迪,劳斯莱斯让人拿去保养了。 昨天不是跟你说过,老婆,你怎么一点都不关心我? 明天送你上班好不好?你也试试新车。 我回,不好,谁家打工人做布加迪上班呢? 我们之前不都说好了吗? 整天购物喝茶美容太无聊了,我好不容易给自己找个乐子,你别捣乱。 傅少发来一个委屈小狗的表情包。 隔着屏幕,我都能想象出他此刻脸上的忧怨。 勾勾唇,刚想要问裁员的事,江轩突然怒气冲冲过来,将我拉到了茶水间。 他瞪大双眼,你猜我刚才知道了什么? 什么? 总裁夫人在我们公司上班,我心里咯噔一下,什么时候露馅的? 看着江轩生气的脸庞,我忙拉过他手,江江。 我,我就说那个女人怎么那么嚣张,原来是狗障人士啊。 啊?啊什么呀? 就你那同学? 是咱们总裁夫人。 你听谁说的? 大家都传开了呀。 你看看,他穿的衣服,坐的车,还能在裁员期空降来做总监,真是不知道低调俩字怎么写。 而且,江轩往我耳边靠了靠,总部传来的确切消息,总裁提及夫人喊了炎炎。 我一时心情复杂,不知说些什么。 看我一脸难色,江轩想岔了,他安慰道,别担心,我悄悄找人问过了,裁员名单上没咱俩。 你跟这新总监再怎么不对付,总归工作丢不了。 他话音刚落,零零散散的高跟鞋声音传来。 就见沈颜推开门,扭着步子走进来,身后还跟着好几个公司女同事。 他们围着沈颜,笑得一个比一个灿烂,出口的话也一句比一句谄媚。 总监,你待会儿就赏个脸跟我们一起吃饭吧,我们已经定好位置了,是附近最好吃的一家。 对对对,总监放心,不是高热量的东西。 沈颜刚拿起一个杯子,就有人抢过去,我来我来,总监要喝什么? 纯净水就好。 结果别人伺候过去的杯子抿了一口,沈颜四世才看到我,呀,老同学也在这里呀。 我翻了个白眼,沈颜的做作比这当年真是只增不减啊。 那几个狗腿子眼神在我俩之间扫来扫去,像是在分辨什么。 懒得搭理沈颜,我拽着江轩就想走。 刚迈出一步,却被他胳膊拦住,白念烟。 我好歹是你上司,混得惨没关系,基本的礼貌都没了吗? 这话一出,现场所有人都知道沈总监和我不对付了,再度扫来的眼神也充满不屑。 有人笑道,哎呀,同学一场,如今一个天一个地,人家心里吃味也正常。 夫人那人捂住嘴,洋装不小心叫错,看了眼沈颜才继续道,总监就体谅,一下平民吗? 沈颜嘴角微妙地抽了抽,但没有反驳。 有意思,看来沈颜是知道这个总裁夫人谣言的,她竟然默认了。 我笑笑,回是沈颜,我是一路面试靠实力进的公司,又凭着实实在在的业绩转得正。 你是上司没错,可公司购买的是我的劳动力,不是人格。 沈总监再怎么喜欢狗,有这么几条也够了吧。 说完,我视线在她身后那几个人身上,依次扫过。 你个小贱人,怎么说话呢? 对面一个女人,直接快步走过来,想要推我。 江轩也快步挡在了我跟前。 本就是临近下班点的松散时刻,这里的动静也闹得不小,门口同事越聚越多。 四级大家正处于惶惶不安的裁员期,我实在不怨天更多乱。 深呼吸一口,拉上江轩,挤过人群下楼了。 为了庆祝我俩转正,我跟江轩在周末就联系附近店家订了甜点。 站在一楼大厅等送货小歌时,江轩还愤愤道,待会儿不给那几个狗腿子分。 我笑着硬喝,只是没想到,等我俩费尽巴拉把所有吃的拎上楼后,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冷遇。 有人接过后,直接扔进垃圾桶。 有人出言讽刺,还有心情庆祝呢,能不能待完这个月都不一定了。 甚至连平时能说得上话的同事,也都委婉拒绝了。 我对面宫位的大姐把小蛋糕推回来,转头看了眼不远处的总监办公室,然后轻声对我道,抱歉啊小白,姐上有老下有小的,实在不敢冒险。 正愣几秒,我反应过来,看来我和总裁夫人关系不合的事情已经传开了。 在这样一个敏感时期,再怎么不争不抢的人,也都纷纷站了队。 没人想被裁。提气火爆的江轩又想发怒,我按住他,没事,可以理解,大家总要吃饭的吗? 话音刚落,我的办公软件提示音响了。 点开一看,是主管在部门群中爱特我,将我之前已经被审核通过的策划案批得一无是处,并要求我24小时内交上新的。 电脑屏幕旁还满满当当放着送不出去的小蛋糕,这般上的,真是荒诞。 愣神间,站在旁侧的江轩点点我刚才震动了一下的手机屏幕。 妍妍,你结婚了呀,你老公发消息来了。 她嗓门向来不小,刚说完,室内就响起一道吃笑声。 看过去,就见沈妍不知道什么时候出来了,正端着一杯咖啡,倚靠在门边。 而嘲笑声势站在她身后的狗腿子张敏发出的。 笑完还不够,那奴才看看沈妍又看看我,一有所指的开口,喝。 不是谁都能嫁总裁老公的,嫁个没用的男人,还不都是拖累。 她话音刚落,办公区的玻璃门被人敲了敲。 我们齐齐看过去,只见来人西装革履,戴着一丝不苟的白手套,手上拎着个纸带。 她微笑着开口,请问白念燕小姐是哪位? 我猛圈地抬抬手,那人走过来弯弯腰,然后将袋子递过来,您丈夫傅先生给您定制的午餐,请享用。 所有人目瞪口呆,因为那个纸带虽然简约,但上面的logo无人不识。 是本是一家有钱都不一定吃得到的高级餐厅,蜜月轩。 全程皆知,那家店的常客非富极贵,并且从不外送。 一时之间,办公室落真可闻。 我在心里暗骂了傅少几句,而后笑着接过纸带,谢谢。 对方点点头,迈着优雅的步子离开了。 傅先生,燕燕,你老公跟咱们总裁一个性爱。 江轩兴奋道,周围瞬间更静了,聚集到我身上的眼神也多了些意味,有惊讶的,有揣度的,甚至有紧张的。 毕竟,这群人刚甩过我脸子。 微微叹口气,我在心里开始思量措辞。 决定出来上班的初始,我就跟傅少约好,不走后门,不搞特权,也不暴露身份,做一个真实本分的打工人。 如若这个班到此为止,摊牌也没什么。 但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我好不容易把工作做上手,还交到了朋友。 裁员名单上既然没有我,那风波过后,这个班还是要继续上的。 公司最近的情况,也实在没必要再添一笔八卦。 沈颜带来的这些破事,还是我自己处理为好。 正思考呢,手上的纸袋忽然被人夺走。 不知什么时候,走到我身旁的沈颜,转动袋子打量片刻, 然后胡一道,你老公也幸福。 这个也字就很有灵性。 我反问,怎么? 你老公幸福? 废话。 不带沈颜开口,张敏已经快步走过来,公司谁不知道,他话没说完,就被沈颜挥手制止。 沈大总监伸手撩了下头发,我跟老同学你可不一样,我不爱出风头,也不爱在办公场所秀这种低级恩爱。 说着,他手指一松,直接任由纸带落地,这品牌里带伪造的吧。 这餐厅我去过,他家袋子不长这个样子,你庄阔好歹先上网搜一搜啊,还有刚才那人,特地找的演员。 袋子里的木质餐盒与地面撞击发出砰的一声,瞬间撞散了我之前拼命维持的理智。 沈颜还在笑,白念烟,假得真不了,搞这一出,得搭进去你一个月工资吧。 你说,你图什么?忽略四周变得或鄙夷或看戏的眼神。 我往前迈了一步,猛地勾过沈颜的套装衣领。 他下意识后退,又被我扯了回来。 周围有人发出不大不小的惊呼。 江轩也凑到我旁边,烟烟。 不能动手。 你你干嘛? 沈颜不负刚才的淡定。 捡起来。 你自己没长手吗? 长了,但我的手正在处理垃圾,忙。 白念烟。 沈颜气的脸都红了,我现在是你领导。 我松开手,慢悠悠抚平他衣领,我觉得领导说得对,假得真不了。 弯腰捡起袋子,在桌上放好。 我朝沈颜笑了,这么正确的道理,领导你什么时候明白的? 是大学用我的名字跟学长聊骚的时候吗? 沈颜神色俱变,冲我吼道,白念烟,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我挑挑眉,继续道,我说什么你心里清楚呀? 我跟学长现在还有联系呢?要聊聊吗? 你。 沈颜满脸都写着恼羞成怒四个大字。 周遭已经开始有小声议论的声音。 张敏忽然提高声音,护主道,你都能雇人来公司陪你演富豪戏,说的话有什么可信度。 说着,转头看向沈颜,总监,你别因为这种人生气。 沈颜快速调整表情,又端出那个做作的笑容,我没生气,只是没想到几年不见,老同学愈发粗俗了,有些惊讶而已。 是吗? 我拿起桌上的手机,点开通讯录,学长的电话,我找找啊。 一边慢悠悠翻,一边欣赏沈颜心虚恐惧的表情。 但这通电话没拨出去,因为傅少打进来了。 我手机屏幕上欢快地跳动起老公两个大字。 离得近,我明显感觉到沈颜松了口气,他撩撩头发,人家要跟老公交流感情了,大家散了吧。 不管怎么看,沈总监转身离开的背影,都有些仓皇。 甚至都这种时候了,还不忘嘀嘀咕咕奚奚落我一句,也不知道这老公是真是假。 看着他不自觉加快的小碎步,我心情大好。 其实这种八卦扔进人群,甚至都无需验证真假,看看周围同事脸上的神情,就知道, 已经有不少人会言之凿凿讲给更多同伴。 沈大总监的女神形象,已经裂开一道缝隙。 看回手机,我弯弯唇,傅少这通电话倒也来得刚好。 未完待续 故事二 陆培的白月光回来了,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问就是我欠,我吃饱了,没事干去给他送饭。 结果我就看到他跟一个大波浪美女,两人手挨手,肩并肩,脑袋凑在一起,看同一份文件。 我看到两人亲密的姿势,顿时一阵头昏目眩。 我强忍着开口,陆培。 陆培和美女文声抬头。 我定睛一看,好家伙,这不就是他那个在学生时期爱而不得的白月光吗? 我不知道这白月光什么时候回来的,还又跟陆培纠缠上了。 怪不得陆培最近总说工作忙,没空陪我,让我体谅他。 原来他就是忙着给我搞绿帽文学。 妈的,亏得我还老老实实体谅他,都几个月没跟他不可描述了。 我捏着拳头问陆培,你们,什么时候死灰复燃的? 不是,碎碎,陆培想狡辩,但我不给他机会,我直接问他,说吧,你是要我还是要他? 陆培,他,很好,白月光在照耀,白月光是一辈子的心跳。 我一怒之下,把手中的饭盒砸过去。 行,我成全你。 分手吧,够东西。 我失恋了,虽然不是太难过,但该有的仪式感总不能少的。 于是我找到了机友上,酒吧发泄,但我没想到机友跟我同庭失恋。 这不是我还没哭呢,他倒先嚎上了。 碎碎你看,这渣男扔下五百万,就把我给甩了。 你看你看,我都说了我不要钱。 你看看,你看看,这还是个人吗? 机友一边毫,一边把刚到账五百万的信息对到我眼皮底下。 我,祸不单行,家人们,爱情刚隔屁,友情也没了。 我失恋我是想找机友哭诉的,但他失恋,他是跟我来炫富的。 我看着既有手机里那串数不尽的小玲玲,馋得差点没把口水滴上去。 碎碎,你说,我命咋就这么苦呢? 哼,你苦?你有我苦吗? 你说我好不容易走刺心,他咋这样对我呢? 哼,分手费都天花板了,你还想他咋对你? 哎,一群渣男,个个都喜欢拿钱砸我。 哼,还在这儿跟我凡尔赛是吧? 还凡尔赛没完了是吧? 极度使我面目全非,我在心里一阵富费。 这些钱,求你了别说了。 我实在听不下去了,一把抓住机友的手,苦苦哀求。 知道你有钱了姐妹,低调点别炫了,一会儿要是被人绑走了,我可不会帮你报警的。 碎碎你,啊对对对,我羡慕,我极度。 我是真,羡慕极度啊,家人们。 要说我俩都是穿同一条裤子长大的姐妹,凭什么我被鹿赔绿了,连根毛都没得到,她却能得到天价分手费。 我到底差哪儿了? 我是人比她傻了,还是兄比她小了? 我越想越不服气,一怒之下口出狂言。 倒是来个渣男,伤害伤害我呀。 谁知话音刚落,隔壁卡座突然传来一道低沉的声音。 不就是渣男吗?你看我行不行。 好家伙,这还真有敢接枪的呀。 我跟夏尔兰都惊呆了,齐齐寻声望过去,很快找到声音的主人,一个藏在隔壁昏暗角落的身影。 这谁呀这,莫名其妙接啥话茶子? 我眯着眼睛使劲儿瞧了瞧,下一刻就笑了,良笑地笑。 哥我看你行,我把身体靠过去,撑起一条,手臂横在两个卡座间, 颇为认真地问那道身影,那你看你欠我的五百万,打算什么时候还? 没想到,求渣真得渣,还是那个本该死了的钱渣。 齐尾真会气。 夏尔兰喝醉了,哭哭啼啼的时候喝了一整排的长岛冰茶。 当时没感觉,但厚劲儿挺大。 当时我还心疼他,劝他别喝了,别为了渣男搞自杀。 但谁又能想到,这冤种是高兴的呀。 我真傻,真的。 我那天就应该向陆陪要五百万再让他滚, 而不是白白在他身上浪费七年的青春。 送完夏尔兰后,我在回去的路上越想越觉得亏。 因为这样,我一晚上都没怎么睡, 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的。 满脑子都是夏尔兰手机里的那串小玲玲, 第二天是周六,我临时接到通知要加班。 我当时就一整个人都傻住,失眠了一晚上, 我好不容易才睡着, 刚在梦里守洞点五百万来着。 我骂骂咧咧地起床去上班, 不过好在东方不亮西方亮。 刚到公司,手下的小实习生就蹦蹦答答地跑到我面前来报喜。 江岁姐,好消息。 刚刚接到总公司的通知, 你做的那份策划案董事会已经全票通过了。 啊?真的吗?果然是好消息, 我本来还因为加班而垮着的脸, 一下子就来精神了。 是啊是啊, 小实习生替我高兴, 江岁姐你的努力终于得到回报了。 对对对, 我自己也挺激动。 这份开发股城商业街的方案, 我做了整整三个月, 好几次都把给我熬虚脱了。 又因为这个项目太过庞大, 牵扯投资众多, 我总担心做得不够完美。 一直顶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姨妈都给我整不正常了。 爱,想想就心疼自己。 索性,一切努力都没有白费, 董事会的表决一次就通过了。 我拍拍小实习生的间, 这些日子你也辛苦了, 晚上姐请你吃饭, 咱吃顿好的, 狠狠造一顿。 这个小实习生是从学校毕业跟的我, 挺勤快的一个小伙子。 这段时间,我忙着做策划, 她也一直在边上辅助我, 从没偷过来。 我挺满意的, 适当也该犒劳犒劳她。 心情不错, 我订了本事最豪的一家饭店, 小实习生走到门口, 却犹豫了一下下。 姜岁姐, 这里看起来好贵, 要不咱还是换家便宜点的吧。 看吧, 我就说孩子不错吧, 还知道给我省钱。 没事, 也就解半个月的工资, 今天姐高兴, 你进去放心大胆地吃。 我推着小实习生进门, 谁知一扭头, 又看到了某些晦气的玩意儿。 我看到陆培坐在靠窗的卡座, 而在她对面的, 就是那个传说中天收不走, 雷劈不死的朱砂痣, 白月光。 陈诚, 你跟着姐也有小半年了, 姐平时对你怎么样? 我淡定地收回目光, 问小实习生, 很好啊, 怎么了姐? 孩子被我问得一头雾水, 好就好, 我看着孩子微微一笑, 下一秒, 就把手挽上了孩子的臂弯, 牢牢地, 生怕他逃跑。 姐, 孩子莫名其妙地看着我, 一双眼睛亮晶晶地, 像极了带宰的小羊羔, 我笑得更变态, 陈诚, 姐今天再教你一个道理, 这做人哪, 要懂得知恩图报。 姐, 孩子好像有点慌了, 但我才不管他, 此刻的我满脑子里都是 范米丽和白月光之间的生死对决, 不过你们别误会, 我才不是因为放不下陆陪, 而是想让他的白月光知道, 你抢走我一个男人, 我还有千千万万个男人, 哎, 我这该死的胜负欲, 我拉着陈诚, 就坐在他们隔壁餐桌, 服务员拿着精致的菜单过来, 让我们点单, 我瞅都不瞅一眼, 直接夹着嗓子说, 不用看了, 就给我们上一份情侣套餐, 哦, 要最贵的。 文言服务员的目光, 在我跟陈诚身上扫了一圈, 似乎是对我俩的关系存保留意见, 这就多少让我有点尴尬了, 高跟鞋在桌子底下, 踹了陈诚一脚, 破孩子, 你懂什么懂, 姐姐是耐吃了你, 还是怎么滴? 陈诚抖得更凶, 可怜巴巴地望着我说, 姐, 我还想再努力努力, 我, 仿佛已经听到有人在笑话我了, 呵, 我甘笑一声, 那什么, 姐不是那个意思, 你别怕哈, 姐没不, 让你努力不是, 姐的意思是什么呢? 姐, 我家里就我一个孩子, 我爸妈不指望我有多出息, 他们就想我平平安安地活着, 这孩子说的都什么跟什么? 我就借他当个工具人, 怎么搞得跟我要他命似的? 姐, 我, 我真的, 我突然发现, 陈诚的小眼神, 好像一直在往隔壁方向挑, 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 得, 破案了, 就是我那不做人的钱渣, 在无声阴阳他, 后悔死我了, 家人们, 我特意选在这个餐位, 是想隔应那对渣男贱女的, 而不是方便他们看我的笑话, 这下可好了, 白月光的战斗值又加一, 范米丽直接足, 都怪这个不成器的弟弟, 我不高兴了, 又无处发现, 只好把眼刀子甩向陈诚, 没见过这么不上道的孩子, 我决定收回之前表扬他的话, 回头就给他的实习报告打个叉, 姐, 求求你就饶了我吧, 关键时刻, 他倒是懂我, 但现在才懂我已经晚了, 我撂下餐不起身就走, 这破饭是没法吃了, 顺便我还上官网给饭店留言并差评, 你永远失去了你最尊贵的VIP, 偷鸡不成十把米, 哎, 丢人哪, 丢人, 我回去后越想越气, 越想越气, 越想越气, 你说我跟他在一起七年, 平时都是碎碎, 宝宝地叫我, 结果他白月光一回来, 掉头比狗还要快, 我实在忍不了了, 打电话跟夏尔兰吐槽, 狗男人狗男人嘛, 正常了不知道夏尔兰在干嘛, 我觉得他好像在敷衍我, 但我也没多想, 应该说没心思多想, 接着又骂, 可陆陪他也太狗了吧, 那白月光都走了那么多年, 回来才几天, 他就沦陷了, 太没原则了, 他也不再挣扎挣扎, 你怎么知道他没挣扎, 再说了, 那可是白月光爱, 男人心肩肩上的玩意儿, 夏尔兰的声音越来越敷衍, 甚至不占我这边, 我气了, 吼他, 夏尔兰, 你到底是谁的人, 你, 宝宝快告诉他, 你现在是我的人, 哎呦, 讨厌别碰这里了, 电话那头突然传来一阵不可描述的声音, 我, 干, 这个死女人, 昨天才分手, 今天就勾搭上了其他男人, 我现在有点同情他那个前男友, 就是个绝世大冤种, 这天没法聊了, 我反手挂了电话, 准备洗洗回梦里, 继续点那五百万, 这时, 门铃却突然响了, 谁呀, 由于我还在气头上, 开门的时候多少有点火冒三丈, 打开门外面站着的却是陆培, 你, 有一说一, 见到他我有点惊讶, 自从那天我俩分手后就再没来往过了, 也不知道他这两天是从哪冒出来的, 老在我面前晃悠, 这还找到家里来了, 有事吗? 我没什么好气, 陆培看了我一眼, 表情有点怪, 似乎是意味深长, 但又别有深意, 说实话, 要不是他长得还算有点东西, 我都怀疑他是憋着时在找厕所, 我默认他这是笑话我来了, 刚想赏他两句国粹, 他提了提手中的东西, 饿了吧, 我打包了一些你爱吃的东西, 首先谢谢他提醒我, 我还没吃晚饭, 其次, 这踏马也太离谱了吧, 我直接给气笑, 陆培你真心的吗, 你跟你那白月光吃不完的, 还特意拿过来隔应我是吧, 没见过这样欺负人的, 我都已经在他白月光面前败下阵来了, 他居然还追过来踩两脚, 碎碎, 陆培看起来似乎有些无奈, 那不是我的白月光, 陆培你这样可真没意思了, 我没想到他这个时候了, 还睁着眼睛说下话, 事实上, 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为了白月光放弃我了, 就是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 有一回, 我们相约去看电影, 可谁知他那白月光闻着胃也赶来了, 我以为陆培会向着我, 但他毫不犹豫就把电影票给了白月光, 问题是, 那电影票还是我买的, 就好气, 现在想想我更气自己, 忒傻忒天真, 居然原谅他, 碎碎, 你真的误会了, 我们俩是从小一块长大的, 青梅竹马, 我怎么可能, 是哦, 谢谢你提醒我, 竹马哥哥这种玩意儿, 连狗都嫌弃, 他不说这个还好, 一说, 我更委屈, 陆培是我的邻家哥哥, 虽然, 他家在半山腰那头, 我家在半山腰这头, 坐缆车都要十分钟, 但我们两家爷爷有渊源, 有事没事常走动, 于是我跟陆培, 作为两家仅有的孩子, 自然也成了很好的玩伴, 虽然他大我五岁, 但我俩之间一点没带勾, 因为他每天都帮我写作业, 就冲这点我扶他, 打小就叫他一生好哥哥, 后来我们长大了, 自然而然就在一起了, 两家大人也都很高兴, 说有情人终成眷属了,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以为能跟他长长久久过下去, 可谁知他学人赶时髦, 心里竟还藏着个白月光, 亏得我二十岁就跟他在一起了, 结果七年青春全都喂了狗, 陆培, 我觉得作为前任, 就该有前任的自觉, 你做不到跟死了一样, 也别在我面前晃悠, 岁,岁什么岁, 跟你睡了这么多年, 我还没向你要赔偿费, 我,我什么我, 我谢谢你, 拜托以后别再来找我, 陆培,我,呸, 好了, 骂完终于心情爽多了, 可以安心睡觉了, 我美美地睡了一觉, 到第二天下午, 才悠悠醒来, 然后脑子一机灵, 突然想起来, 今天晚上我要代表公司, 去参加一场商业宴会, 完了完了BBQ了, 我竟然把这么重要的事, 给忘脑后了, 都怪陆培, 要不是他上门来弃我, 我咬牙切齿地赶紧起来收拾了一番, 然后打给陈诚, 喂, 现在在哪里, 赶紧来家里接我, 那头陈诚声音虚弱, 姐, 我在医院呢, 我, 怎么了, 陈诚, 发烧了, 三十九度五, 我, 怎么突然生病了, 小伙子跟了我这么久, 撞得跟头牛似的, 从没生过病, 怎么一生起病来, 就这么严重, 陈诚, 不知道, 但我奶奶说我可能是被什么给吓着了, 想请人给我喊喊魂, 我, 合着, 就是被我吓的呗, 我也没想到, 这孩子胆灰这么小, 我不就是想让他帮忙气气露培吗, 他还真把我当女流氓了, 好吧好吧, 我有罪, 但我这会儿没工夫跟他掰扯, 随便安慰了句, 好了好了, 呼噜呼噜毛下不着就把电话给挂了, 我换好行头, 急急忙忙出门, 用手忙脚乱, 准备叫车, 刚好昨天把车子拿去保养了, 雪上加霜, 爱, 我, 一辆车就停车, 在了我面前, 我定睛一看, 好吗, 又是这讨厌的货, 要去哪儿, 我送你, 陆培单手搭载车边, 悠哉悠哉地问我, 我瞧着他那一副人母狗样, 坚决道, 用不着, 你走, 陆培道也没坚持, 捏了捏方向盘, 就准备走, 但打脸的是, 主办方就在这个时候打电话问我大概什么时候到, 因为我私是行业内的翘楚, 我没到, 就等于我私未到, 我私未到, 这宴会就无法按点开席, 换句话说, 老大没上桌, 谁敢动快, 我, 没办法了, 只好舔着脸叫住陆培, 那个, 你等等, 陆培等我了, 但他憋着坏, 你喊谁, 我, 这让他给欠的, 我二话不说, 就拉开车门坐了上去, 面无表情报了一个地址, 苏里别墅酒店, 陆培冲我扬了扬眉, 真把哥哥当司机了, 我不耐烦了, 你到底走不走, 他笑了, 说了个走, 然后整个人都凑了过来, 这可把我吓一大跳, 正想给他俩耳瓜子冷静冷静, 他却只是给我扣上了安全带, 好在陆培按时给我送到了宴会, 我刚解下安全带, 他又问我, 需不需要哥哥给你当男伴? 我理了李宾编的头发, 回眸一笑, 想给我当男伴的哥哥那么多, 你算老几说完, 也不管他是个什么脸色, 调整好状态, 优雅下车, 今天的这场宴会名义上是商业聚餐, 但其实就是各公司高管之间的联谊, 说白了就是各位大佬互相交流一下赚钱心得, 顺便看看有没有求同存异的合作机会, 为自家争取一些利益, 而我对这种场合也算游刃有余, 何况背靠大树, 在座的各位多多少少都会给我几分面子, 让我成了今晚最亮的仔, 所以听说你已经拿下了那个开发股城商业街的项目, 这可真不容易, 恭喜你了, 大家都太热情, 我好不容易从人群中退出, 刚松一口气, 又被一个芬兰的老外拦下, 我看着眼前这个碧绿眼睛的年轻老外笑了笑, 还得谢谢查尔斯先生的成全, 希望以后我们能有合作的机会, 当初这个项目投标, 这个查尔斯就是我斯最大的竞争对手, 在竞标期间明里暗里搞了不少的小动作, 要不是我斯实力强大早被他给弄死了, 这会儿他说恭喜我, 怕不是猫哭耗子假慈悲, 不过在商场上, 违心的话也是少不得的, 我随便跟他虚语尾移了几句, 就走开了, 屋内暖气开得太足, 我有点闷, 想出去透透气, 但我才走到僻静的角落, 突然觉得一阵头昏目眩, 好像是外面的冷风吹的, 又好像是酒精发作, 可我今晚没喝酒啊, 我怕一个人喝多了出阳相, 刚刚喝的全都是果汁, 到底怎么回事? 我的身体也开始软下去, 看东西都出现了重影, 碎, 你怎么了? 突然, 查尔斯又出现在我面前, 见我似有不妥, 还关切地问我, 你不舒服吗? 要不要帮忙, 他伸出一手, 在我眼前晃了几下, 我隐约看到, 他嘴角露出模糊的鬼笑, 这个查尔斯, 不对劲, 我来不及多想, 一把推开他, 就往外面跑出去, 视线已经越来越模糊, 我也不知道, 自己跑到了哪里, 只是跌跌撞撞地向前, 碎, 查尔斯追上了我, 从后面拽住我的胳膊, 一把将我拉进怀里, 对着我说, 碎, 你是不是喝多了? 我可以帮你, 相信我, 放开我, 我扇了他一巴掌, 紧接着自己也控制不住往后摔去, 但没有预料中的疼痛, 而是砰的一声, 摔进了水里, 原来我在慌乱中跑到了泳池边, 一瞬间, 我的身体猛地往下沉去, 泳池里的水也拼命往我五官里灌, 那种窒息的感觉让我稍稍清醒了一点, 我惊恐地挣扎了几下, 但很快就被漫天的池水淹没, 我本就头昏, 现在更没了力气, 只得望着越来越远的水面, 大脑一片空白, 刚想闭上眼睛, 又恍惚听到有人在我耳边滴雨, 碎碎, 你要好好活着, 你一定要好好活着, 碎碎, 活下去, 勇敢点, 活下去, 谁, 是谁, 一直在鼓励我活下去, 碎碎, 突然又一道撕裂的声音, 刺进我的耳膜, 随即有人将我从水里一把捞出, 捞我的人好像是陆培, 但我不确定是不是他, 因为这人的声音跟陆培不一样, 陆培的声音是很好听的, 懒懒的, 沉沉的, 就是那种标准低音泡, 我小时候就喜欢他用这种声音讲故事给我听, 缠鸣的午后, 我躺在葡萄藤的摇篮下, 他就坐在旁边给我讲故事, 讲了一个又一个, 听得我都睡着了, 他就会偷偷在我耳边说, 小碎碎快点长大吧, 长大哥哥就可以娶你了, 他以为我睡着了, 可我其实常常都是在装睡, 所以你看啊, 人的誓言是多么的短暂, 明明他那么盼着我长大, 盼着要娶我, 结果还不是有了白月光, 好吧好吧, 我承认我有点难过, 毕竟是爱了这么多年的人, 而且他说过的要娶我, 最后我好像是挂在了谁的身上, 双手抱着那人的脖子, 整个人都昏昏沉沉的, 又委委屈屈的, 呢喃了声, 哥哥, 第二天我在医院的病床上醒来, 一睁开眼睛就看到了浮在我手边的夏尔兰, 我弯了弯唇脚, 心下刚想, 这女人还算有点良心, 结果手背一阵刺痛, 我才发现这渊种是趴在了我的吊针上, 喵了个咪的, 好痛啊, 夏尔兰被我的痛呼声惊醒, 揉了揉眼睛, 看到我被他压乌青的手背, 一下子弹起, 呀, 他赶紧给我按摩回血, 卧槽, 碎碎我不是故意的, 你疼不疼啊, 对不起对不起, 我仰天无语, 谢闺蜜不杀之恩, 夏尔兰挺着急的, 我给你揉揉, 一会儿陆陪回来, 可千万别说是我干的, 不然, 他得杀了我, 陆陪, 我愣了愣, 是他送我来医院的, 昨天晚上捞我的人, 真的是他, 是啊, 他一大早打给我, 说, 你在医院, 让我来陪陪你, 他去办点事, 办完就回来, 怎么回事啊, 碎碎, 你怎么掉泳池里去了, 你说你打小就是只汗鸭子, 从来都不敢下水, 这回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夏尔兰一会儿帮我揉手, 一会儿又摸摸我额头, 继续说, 还好还好烧退了, 医生说你半夜烧到了四十度, 可吓人了, 陆陪都守了你一晚上没睡, 夏尔兰念念叨叨的, 我却有些听不进去了, 陆陪他救了我, 又守了我一夜, 什么意思, 不过我也没多想, 管他什么意思呢, 反正我俩已经结束了, 而且我是不会吃回头草的, 医生说我落水腔到了肺, 要留院观察两天, 我在床上躺着也挺无聊的, 就要求夏尔兰陪我下楼走走, 但我们才走到电梯口, 正好碰到陆陪从里面出来, 跟他一起的, 还有陈诚那孩子, 我看到这两人在一起挺奇怪的, 就问, 你俩怎么在一起? 哦, 我听说江岁姐生病了来医院看看, 在门口就正好碰到陆, 先生了, 所以就一起进来了, 陈诚解释, 是吗? 这解释有点生硬, 我有点不信, 你怎么知道他姓陆? 我问陈诚, 这两人一个是我助理, 一个是我前渣, 除了那次在餐厅有过匆匆一面, 根本不认识, 所以他是怎么知道陆陪姓陆的, 而且陆陪的公文包, 为什么会在陈诚手里? 我看着陈诚拎着的公文包, 那是我送给陆陪的, 连上面的一枚小佩奇图案, 都是我亲手贴的, 我疑惑地看着他们, 陆陪却说, 是我告诉他的, 我们在门口碰到, 互相做了自我介绍, 你别多想了, 你的手怎么了? 他注意我手背上的乌青, 瞬间眉头皱了起来, 转而就把目光投向了夏尔兰, 夏尔兰被他吓一大跳, 赶紧用手遮脸, 企图蒙混过关, 无奈陆陪气场太强, 连我都有压迫感, 更别说是夏尔兰了, 他慌乱之下盯上了陈诚, 悠悠, 这小伙子谁家的呀, 长得可真精神, 告诉杰, 多大了, 有女朋友吗? 要不你从了姐怎么样? 姐有钱, 五百万, 姐, 姐, 你, 你别这样, 嗨, 你怕什么吗? 姐又不吃人的呢, 走走走, 跟姐培养培养感情去, 夏尔兰可没我温柔, 一般这种小奶狗, 它都是直接拖走, 陆陪把我带回了病房, 又不由分说, 把我放回了床上, 帮我把被子的边边角角都噎好了, 突然对着我说, 碎碎, 对不起, 都是哥哥不好, 要不是哥哥没看好你, 你也不会掉水里了, 啊这, 突如其来的请罪就有点莫名其妙, 我看着他笑了笑, 哥你别这样, 我们都已经分手了, 你没义务还要照顾我的, 这次是我自己不小心, 以后我会注意的, 我还愿意喊他一声歌, 是看在我们从小到大的情分, 何况都是成年人, 我也不想失体面, 碎碎, 陆陪却一把抓住了我的手, 表情似在极力隐忍着什么, 半想又说, 哥哥不会跟你分手的, 哥哥答应过要照顾你一辈子, 那就是一辈子, 我有点当机, 啥意思啊他, 请问这个路撩了小青梅不珍惜, 又投入白月光怀抱的, 扎培, 他到底啥意思啊他, 这回我可真生气了, 既然他已经选了白月光, 就该坚持走下去, 怎么还能回头呢, 最烦这种对感情三心二意的人了, 我一把抽回手, 用力推开他, 滚, 渣男, 由于开发股城商业街的项目已经启动, 我作为负责人根本不敢懈怠, 出院后休息了两天就马不停蹄回到了公司, 江岁姐, 你还不知道吧, TG公司连跌个五个板, 听说那个查尔斯已经急得在家挠抢了, 一大早, 陈诚又给我汇报了一个好消息, 是吗? 我有点惊讶, 那个查尔斯刚阴了我, 这会儿现世报就这么快, 是啊, 陈诚点点头, 又神秘兮兮地说, 听说是有大佬在做TQ, 查尔斯想救都就不回来, 是吗? 哪个好心人在替天行道啊, 回头要是见了他, 必须好好谢谢人家, 就查尔斯那种人渣, 就该有人狠狠收拾他, 这下我心情更好了, 工作起来都特别卖力, 就是那个陆培艇招人烦的, 动不动就来骚扰我, 碎碎, 那辆麦巴赫又是来接你的吧? 我刚跟几个同事走出写字楼, 又看到陆培的车等在了门口, 碎碎, 那是你男朋友吧? 对你可真好啊, 西西, 是啊是啊, 真羡慕啊, 要是我们有一个开麦巴赫的男朋友, 天天来接送, 指定要幸福死了, 同事们不明所以, 哥哥都对我露出艳羡的表情, 我, 尴尬一笑, 不是不是, 那是我邻居哥哥, 他也在这边上班, 顺路带我回家的, 啊, 是吗? 同事们瞬间激动了, 纷纷问我, 那可以把你邻居哥哥介绍给我吗? 碎碎, 嫂嫂以后会罩着你的, 对对对, 我也会, 碎碎, 你邻居哥哥内窃不? 呵, 还内窃? 碎碎, 我要求没那么高, 他劈我一腿就成, 我, 邻居哥哥只喜欢碎碎妹妹, 这辈子不内窃不劈腿, 对其他女人没兴趣, 谢谢各位, 不知何时, 陆培走到了我们身边, 我, 各位同事, 打扰了打扰了, 同事们一脸悟了的模样, 急忙告辞, 坐鸟受散, 我无语了, 问陆培, 陆培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不认为死缠烂打有什么意思, 那天是你自己选的白月光, 我成全你, 我同意了, 为什么现在又要回来找我? 是白月光, 没有自己以为的那么香吗? 还是觉得失去了我, 我又成了你心中的那朵红玫瑰? 我想我是太气愤了, 声音也越来越大, 甚至引起了过路人的注目, 但陆培一点也不在乎, 一双眼睛看着我, 认真地说, 没有白月光, 也没有红玫瑰, 我心里自始至终只有一个人, 就是不好意思, 你等我一下, 我打断他后面的话, 从包里掏出手机翻了几下, 然后找出一首歌, 放给他听, 当初是你要分开, 分开就分开, 现在又要用真爱, 把我换回来爱情, 不是你想卖, 想卖就能买这会儿是下班高峰期, 我又把音量调到了最大, 于是, 那场面, 我想你们能懂吧? 反正陆培听了这首歌, 原本冷白皮的脸, 背一下, 就黑了, 虽然, 那天气走了陆培, 哦, 不对, 是我怕他气得要打我, 撒腿就跑了, 后来我就没去公司了, 一是怕他报复我, 二是大庭广众地放那种歌, 说实话我也挺怕丢人的, 反正我就在家狗着了, 工作上的事就打打电话, 发发邮件, 其他的就远程遥控沉沉去做了, 但不知道是不是这几天在家待得太无聊, 我总觉得身体有些不舒服, 一天到晚, 不是脑袋昏昏的, 就是胸口闷闷的, 吃东西也没什么胃口, 甚至闻到一些食物会想吐, 哦, 想到土字我又忍不住干呕了几下, 整个胃都抽抽了, 一般准妈妈怀孕初期都会出现食欲不振, 恶性肝呕, 甚至浑身乏力的情况, 这些都是属于正常的妊娠反应, 准妈妈们不必过于紧张, 就在这时, 电视里突然插播了一条女性孕期小知识, 我怎么觉得她是在点我, 这怎么可能呢, 虽然知道不可能, 但我还是跑到了医院, 因为我刚刚想起, 我大姨妈好像已经超过二十天没来了, 那个, 医生啊, 我, 我想问一下, 您说碳基生物能单细胞繁殖不? 我挂了个妇科, 走进诊室, 别别扭扭地问医生, 医生是个年过五十的阿姨, 她上下瞅了我一眼, 表情像看二傻子, 反问我, 你不是来看月经不调的吗? 哦, 我, 随便问问, 呵, 随便问问, 我挺尴尬的, 医生阿姨又看了我一眼, 多大了, 二十七, 念过书吗? 我这, 不是, 这啥医生啊, 这也算是个问题, 念过的, 我声音有点高, 什么学历, 九八五朔博连读, 我声音又往上抬了抬, 看不起谁呢, 这是, 文言医生阿姨又又看了我一眼, 高材生啊, 咋问这么无知的问题呢? 我是挺无知的, 都已经超出走进科学的底线了, 医生阿姨开了张单子给我, 先去验个血吧, 我也是九八五朔博连读, 也想看看碳基生物会不会单细胞繁殖。 家人们, 人类文明有心突破了, 碳基生物真的会单细胞繁殖。 我一脸猛逼地站在医院门口, 在想要不要把自己上交给国家研究研究。 碎碎, 晚上七点来我家哄趴, 记得别迟到。 夏尔兰语音约我, 我这才反应回来, 颤抖地回了句, 吓吓, 我怀孕了。 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 拿到孕简单的一瞬间, 我就觉得自己不行了。 好像整个人都被卸了力气, 走路都费劲。 关键问题是, 我都好几个月没跟陆培不可描述了, 这孩子是怎么来的? 我浑浑噩噩地回到家, 刚躺下一会儿, 门铃就响了。 我以为是夏尔兰, 可没想到打开门竟然是陆培。 有事吗? 我勉强挤出一丝力气。 陆培看着我, 神情复杂, 怀孕了。 一句话, 我瞬间破防。 关你什么事? 我哭了, 害怕的。 我怕了, 我怀孕了, 却不知道孩子是谁的,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想, 我应该是被侵犯了, 可是我什么感觉都没有, 什么都不知道, 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人, 我真的好害怕。 我哭着想把门关上, 不想在这个时候看到他。 陆培却突然把手伸了进来, 正好被门夹了一下, 思他闷哼了一声, 也把我吓了一愣。 然后就哭更凶了, 混蛋, 你到底想干什么? 知道我怀孕了, 特意看我笑话来了。 没有, 碎碎我没有, 陆培狡辩。 但我不听他的, 哭着吼他, 你走你走。 你就是个讨厌的家伙, 我不想见到你, 你走。 我推他, 可是他纹丝不动, 反而抓住了我的手。 我却像是碰到了 烫手的山芋般缩回来, 痛哭到, 我不知道孩子是谁的。 我, 我好害怕, 陆培, 我好害怕。 碎碎, 碎碎, 冷静点, 陆培抱住了我, 按住我的脑袋, 安慰地说, 你听我说, 孩子是我的, 孩子是我的, 你别怕。 我们俩都分手了, 而且好久没睡了, 你说孩子是你的, 陆培你骗鬼呢? 我哭得哇哇的, 陆培拍拍我的背, 孩子真的是我的, 我没骗你。 碎碎, 我们没分手, 从来都没有, 你只是最近压力太大即差了, 这混蛋, 骗人还骗出套路来了。 我不知道, 自己什么时候哭睡着了, 还做了一个梦。 梦里, 我躺在一堆破烂的机器零件上, 那锋利的边边角角扎得我好疼。 我想喊, 可是又发不出声音, 眼珠子往边上转了转, 结果发现身边躺着的, 竟是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 我被吓得浑身一颤动, 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紧接着另一边, 那个声音又在我耳边低声说, 碎碎活下去, 一定要活下去, 碎碎, 勇敢点, 活下去, 是谁? 到底是谁一直在跟我说, 让我活下去? 我想扭头去看看, 却又被陆培的声音打断。 你到底能不能行? 都已经十年了, 他还是这样, 情况根本就没有好转。 等, 你还要我等到什么时候去? 我现在真的很担心, 他怀孕了, 情绪不稳定, 万一, 我迷迷糊糊, 好像听到陆培在阳台打电话, 情绪很激动。 他怎么了?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陆培一向是个好脾气的哥哥, 至少在我面前一直是。 所以我恨啊, 恨他不要我了, 又不让我死心。 这一觉我睡得不慎安稳, 反反复复的, 总在做一些不着边际的梦。 第二天醒来发现陆培已经不在了, 但他给我做好了早餐, 不, 不对, 是午餐。 我睡了一天一夜, 醒来已经是中午了。 他做了几样清淡的小菜, 还有一份海鲜粥, 都是我最喜欢的。 只是我现在实在没胃口吃东西。 一想到肚子里来路不明的孩子, 我就烦得吃不下。 我在想我要不还是报警好了, 至少要把歹徒揪出来, 总不能白白让他占了我便宜不适。 可拿起手机拨好1100, 我又有些犹豫了, 想想这是一旦被人知道了, 我的名声也就毁掉了, 毕竟人言可畏啊。 哎, 我好愁。 就在这时陆培又来了, 拎着一大袋东西, 看到我起来了便笑道, 你醒了, 我才下去买牛奶, 还以为你没这么快醒呢。 啊, 原来他一直没走啊。 饿了吧, 先吃饭。 陆培强行把我按到椅子上, 给我装了粥和菜, 还倒了牛奶, 又一脸温柔地对我说, 快吃吧, 哥哥也有一段时间没下厨了, 不知道手艺有没有变差。 我看着他, 突然鼻头一酸。 他下厨的手艺还是为我学的, 他说要想抓住碎碎, 就先抓住他的胃。 我还记得那年他一烫烫跑回老宅, 跟家里的厨子学手艺, 每每学会一道菜, 就会巴巴地来哄我。 碎碎, 哥哥厉不厉害? 碎碎, 你想吃什么, 哥哥都给你做。 碎碎, 吃了哥哥的饭, 这辈子就是哥哥的人了。 看吧, 其实他也是当过我的舔狗的。 吃了饭, 我说想出去逛逛。 陆培本来不让, 他怕我刚怀孕, 身体吃不消, 让我多卧床休息。 但我是这么想的, 这会儿是中午, 我再跟他过半天, 等到了明天, 我就去报警。 等警局把歹徒绳之余法了, 我再把孩子拿掉, 否则我总不能真让他认下这个孩子, 当冤大头吧。 陆培拗不过我, 带我去了人民广场。 今天天气不错, 又是周六, 有好多小朋友在放风筝, 还有一些在学轮滑, 都是些幼龄儿童, 追着跑着好不热闹。 我就站在那里看着, 突然一个孩子拽着风筝, 不小心撞到了我的腿上。 陆培马上紧张地揽过我, 一个劲儿地问, 没事吧, 有没有撞到哪里? 其实是没事的, 我又不是快豆腐撞一下就散了, 何况对方只是个五、六岁的小宝宝。 但不知为何, 眼泪突然就掉下来了。 那孩子看到我哭了, 忙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糖, 仰头递给我。 姐姐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你要是痛的话就吃块糖吧。 我妈妈说, 吃糖就不会痛了。 我看着孩子可爱的模样, 又笑了出来, 蹲下身子摸了摸他的小脑袋。 姐姐不痛, 糖留给你吃, 以后走路小心点, 可别摔跤了。 小家伙点点头, 毫不客气地把糖塞进嘴巴里, 又玩风筝去了。 好了, 你也累了, 先在这边坐一会儿, 我去给你买杯热牛奶。 陆培把我带到休息区, 动作都是小心翼翼的, 真把我当孕妇伺候了。 我坐在那里等她, 百无聊赖地, 就抽出了边上的一本杂志来看。 这时, 一个女人坐到了我对面, 看到我, 无端叫了声, 陆太太。 这要巧, 陆太太。 我莫名其妙地看着她, 不知道她在叫谁。 那女人也是一脸的诧异, 怎么了陆太太, 你不记得我了吗? 我, 抱歉, 我真的想不起来, 而且我也不是什么陆太太。 那女人却有些急了, 我是华府别墅199栋的陈太太啊, 上个月刚从香港搬来的, 就住在你家隔壁, 你跟陆先生不是住198栋的吗? 我搬来的时候跟你打过招呼的呀, 我还拿了两盒香港带来的曲奇饼给你, 你忘了, 199栋, 陈太太。 华府别墅198栋。 刹那间, 好像有什么东西突然在我脑子里炸开, 就像烟花一样, 带着记忆四散开来。 我似乎是忘掉了一些什么, 比如眼前这个陈太太, 她上个月15号从香港搬到这里来, 送了我两盒曲奇饼, 叫我陆太太。 比如, 我已经结婚了, 早就嫁给了陆培, 华府别墅198栋就是我们的婚房。 又比如, 总出现在耳边的那个声音, 就是支持我活下来的动力。 还有那个疼痛可怕的梦, 也是我亲身经历过的。 脑子里的片段就像电影般一段段闪过, 最后连成了一圈, 我终于又想起来了。 陆培回来的时候, 我已经泪流满面, 她以为我不舒服, 忙放下牛奶问我, 怎么了碎碎, 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我望着男人摇了摇头, 下一刻, 起身扑进她怀里, 对不起, 哥哥, 我又把你给忘了。 我已经不记得这是第几次忘了陆培, 或者说是忘了跟她结婚这回事。 事实上, 我在法定结婚年纪那年就嫁给她了, 已经当了五年的陆太太, 但我记性不好啊, 总会忘记一些人, 忘记一些事, 反反复复的, 已经十年了。 医生说这是病, 不致命, 但很折磨人, 尤其是身边最亲近的人, 因为我常常会忘记他们。 那就趁我现在还清醒, 说说我的病因吧。 十年前, 我十七岁, 我爸妈带我去美国度假, 玩了非常愉快的一段时间, 但不料好景不长, 在回国的路上, 飞机失事了。 就是那次轰动全球的空难事件, 应该很多人都在报纸和新闻上看到过。 一架民航波音七百三十七在空中遇到强对流, 机长紧急迫降又碰上了大雾, 最后导致飞机偏离航道, 在离地面还有几十米就爆炸解体了。 当时飞机上一共一百二十八名乘客, 除了我, 全部不幸遇难。 那我是怎么活下来的呢? 其实我也不知道, 甚至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忘了自己有乘过那架飞机, 跟爸爸妈妈去过美国。 我只是频繁地在做同一个梦, 梦里我躺在一堆支离破碎的零件上, 搁得我全身疼。 然后一边是尸体, 另一边又是鼓励我活下去的声音。 后来心理医生得出的结论是, 我患上了很严重的创伤性应激心理障碍。 简单点说, 就是我不愿意面对这个残酷的事实。 从那以后我就病了, 记忆总是时好时坏的。 会突然忘记什么, 又会突然想起什么, 就很莫名其妙。 而我爷爷白发人送黑发人, 更是身体一落千丈。 他连自己都照顾不了了, 哪还有精力照顾我? 于是他就把我, 连同江家家业, 一并托付给了陆培。 哦,差点忘了, 其实我跟陆培是有婚约的, 打娘胎就定下的那种。 所以陆培他没骗我, 他没有白月光, 也没有红玫瑰, 心里唯一有的那个人, 就是我。 而他也是真的在盼我长大, 在我法定结婚, 年纪那一天, 就迫不及待地娶了我。 陆培他真的很好啊, 是全世界最好的竹马哥哥。 结婚后, 不仅包揽了所有家务三餐, 对我也是有求必应。 可我总是状况百出, 常常望东望西, 还会记忆错乱。 有时候一觉醒来, 看到他睡在身边, 以为他耍流氓, 一巴掌就拍醒他。 至于我误会他有白月光这回事, 完全是因为我还在念大一的时候。 有个大三学长说要追我, 而我又正好忘了自己是陆培的未婚妻, 犀利糊涂就答应了他。 要说我这人也虎, 白天刚跟学长确认关系, 晚上就相约去看电影了。 结果万万没想到, 那学长是有白月光的, 还在我们踏进电影院前三秒钟回来了。 我踏马, 这就很会踩点。 于是我眼睁睁看着学长 把电影票给了白月光。 我傻了, 我站在电影院门口就哭了。 那票是我买的, 你凭什么给拿走了? 我哭得很伤心, 都不知道陆培什么时候来的。 直到事情经过后, 冷白皮的脸, 被一下又黑了。 他说, 喜欢看电影是吧? 老子这就给你买条院线去。 好吧。 竹马哥哥 也是有点霸道总裁在身上的。 而且他说买是真买, 后来他真就买了一条院线, 咔咔赚了不少钱。 说到这里, 我又想起来了, 陆培就是我司总公司的老板, 而我是名副其实的老板娘。 当初我爷爷把僵尸交给他, 他就把僵陆两家企业合并了, 耕鸣聚到集团。 而我以为的那个白月光是公司新项目的合作伙伴。 那天我看到陆培跟他在一起, 不巧记忆错乱的病又犯了, 就把他自动带入那个学长了。 唉, 又冤枉了竹马哥哥一回。 男主视角没事, 我已经被碎碎冤枉习惯了。 比起之前, 他冤枉我在办公室跟秘书偷情, 去酒吧跟五娘聊骚, 在饭店跟适应生暗度陈仓, 这回他给我拿的渣男剧本, 已经够照顾我的了。 何况渣男算得了什么? 凤凰男我都演过。 那回碎碎看了一本小说, 讲的千金小姐大战凤凰男的故事。 里面一堆婆婆妈妈的情节, 把碎碎气得牙痒痒, 看那架势好像恨不得钻书里 把那凤凰男给嘎了。 当时我还劝他只是一本小说而已, 看看就得了, 别当真, 气坏了自己不值得。 结果没想到, 第二天醒来他就把我当成了凤凰男。 开口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你去告诉你妈, 我是不会把那套房子给你妹当嫁妆的。 你们一家子想爬姑奶奶头上拉屎, 门都没有。 不然怎么说我的碎碎能耐呢? 他居然把女主的词都给改了, 直接把婆媳句改成了大爽文。 说实话, 他不穿书可惜了。 没办法, 我只能去郊区租了一间民房。 又陪他演了三天女主单挑凤凰男全家的大戏, 光演员, 我就请了十几个。 哎, 话说歌是学金融的, 不是学表演的呀。 奥斯卡你记得欠我一座小金人。 今天是岁岁爸妈十周年的忌日。 我一个人到二老坟前扫墓, 没带岁岁。 不过我想, 二老应该会体谅的, 毕竟他们临死之前, 都要死死护着女儿保他一命。 肯定是希望他能好好活着, 不要太难过。 我拿出手帕擦去二老墓碑上的灰尘, 又想起当年跟救援队找到碎碎的一幕。 浑身是血的小姑娘掉在一堆碎片渣上, 左边躺着的是他的爸爸。 已经血肉模糊, 但双手还是死死地搂着女儿, 没有松开。 右边则是他的妈妈, 也是一只手圈着女儿。 跟爸爸一起形成了一个保护圈, 正好让碎碎躲过了最致命的伤害。 后来法医检测尸体, 他爸爸是当场死亡。 而妈妈在失事后大概半个小时 还有微弱的生命体征, 最后休克而死。 该怎么形容当时那个场面? 反正我是接受不了的。 更别说是碎碎了, 被救出来后一度崩溃, 哭着要去找爸爸妈妈。 那段时间他醒了就闹, 我怎么劝都没用, 人也很快消瘦下去。 最后我没办法, 跟心理医生商量后 模糊了他一部分的记忆, 让他对父母的死状 不那么深刻清晰。 但这也有副作用, 就是他的记忆容易错乱, 比如一言不合就会冤枉我。 不过没关系, 只要碎碎能开心, 我愿意陪他演。 我给二老敬上酒水和鲜花, 站在他们前面在心里发誓, 放心吧, 爸妈, 我会照顾好碎碎的。 我说过照顾他一辈子, 那就是一辈子。 以后还有我们的宝宝, 我们都会好好的。 家人们, 我发现我老公最近 好像有点不对劲, 以前他下班回来 都是哄我跟儿子都来不及的, 口口声声喊我们大宝贝, 小宝贝。 但这段时间, 他一回家就钻进了书房, 还一直跟人打视频电话。 有时候我半夜醒来, 他还在对着手机乐呵呵。 我怀疑他出轨了, 但问题是我听到 他电话那头的声音 好像是个男人啊。 完了完了, 你们说有没有一种可能, 陆培他喜欢上男人了? 我被自己吓出了一身冷汗, 决定跟踪他。 结果我跟踪了三天, 发现那男人竟是陈诚。 我当时就一整个人都傻住, 好你个小陈诚, 姐平日带你不薄, 你居然挖姐的墙角。 离谱了, 江碎碎。 陈诚本来就是我助理, 是你前段时间脑子瓦特 非要跑去分公司 跟那个查尔斯 竞标股城商业街项目, 哥才把他拨过去帮你的。 你倒好, 真敢想。 算了算了, 哥明天就跟他分手, 把他发配到非洲去。 你看这样行不行? 我没针过去, 你倒是能力提供, 你是谁还没针过来说。 我是你坐在那儿,